特別注意 我剛剛講過這個地方要移過去 移過去的話特別注意 也是一樣你要把它當一個item 這個項目要移過去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原來的項目 移過來之後把原舊的刪除 那同樣的方式也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這邊要判斷哪個item 你可以把它當item物件來處理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你在這個button上面點兩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第一個我要先判斷說他是不是有選取 如果你按一下按鈕之後裡面一點都沒有選取的話 那會造成程式的bug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第一個要先判斷什麼 如果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要從 這個是 從左邊移動到右邊 所以這邊的話我要先判斷哪裡 先判斷左邊的 到底他裡面的那個 點 你點下去之後會有個slate item 被選取的這個item 是否為 沒有東西 那特別需要這邊沒有東西的話呢 我們是用NO來表示 NO實際上指的是 物件 物件裡面是不是 沒有東西 是一個NO OK那如果不等於 NO的話呢 那我們就 在執行什麼 一個add動作 那add因為我要從左邊 移動到 右邊去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呢 右邊這邊要怎麼樣 要新增一個項目 對不對 新增完之後呢再把怎麼樣 這邊給 remove掉 所以呢我必須怎麼樣 先 add一個 那 add一個在這個地方在right這邊 add一個item 那add什麼item呢 就把那個laps這個item slate item 把它add進來 所以 右邊也會多一個 那可是呢 我這邊要取消掉 所以用remove 把 這個把它remove掉 所以 就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add 第二個是remove 那同樣的方式的話 倒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下面那個按鈕 點兩下之後的話 也可以先判斷 那因為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要 從 這邊要轉過來 所以要判斷這個地方 是否為NO 如果是NO的話呢 那就不要 如果是NO 我